欢迎收听OutChina电台 我是Ashley 这是一档关于中国酷儿 在全球流动性生活方式的播客节目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 我想带你一起探索 In Between的身份认同 看看大家是如何创造一种 跨国性的自洽的小世界 所以你愿意在我的播客上 公开书柜咯 可以 真的吗 真的 你告诉他你这个心路历程是什么 因为我其实在生活当中 没有公开特别多 可能就是周围的朋友 然后我觉得我的结论就是 要说这个事情就不要藏着掖掖掖掖掖 或者是 比如说我后面我要跟 其他的一些朋友或家人讲这个事情 我也可以直接把这一集丢给他们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那你可以直接听一下 我是这么想的 OK OK That's cool 好的那我会好好剪辑的 我会把你所有说的不开的东西都剪进去 没有开玩笑的 那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是薇 你的拉拉年龄是多少 你作为拉拉多少时间了 我算一下 大概八个月左右 OK 怎么你觉得特别 我那幼稚 因为我就想问你这个问题是 因为我算一下 我是从十八岁开始教我的第一个女生 所以我已经是十三年了 叫我一生奶奶吧 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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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今天我们就是来聊直升机的话题 你直升机这个词哪里来的啊 因为我邀请你来做这几播客的时候 对然后你就给我丢了这个词嘛 然后直升机就直接上升变成机老 然后我觉得这个词实在是太妙了 执女 就是升级为级 升级 是啊 是有一个赞扬的意思 哎哟 好的 没有 对因为我们认识是因为 之前在听队上刷到嘛 这个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你的那几播客 就之前我在维的播客上面 我们是聊关于街舞 我会放在show notes里面 然后里面就提到我们怎么认识 是因为听队上面 我们刷到 我就刷到你有house和hiphop嘛 对 还是在这个房间里面说过同样的话 然后我说 不是因为我对你有好感 只是因为你跳house和hiphop 你说不是因为你长得好看 是因为 我没有说你 我没有说你长得不好看 只是说你不是我的菜 对 但是 他不接受 这话题你聊过好几次 我给你跪一下好吗 没有 你很好看 但是不是让我感到就是 明白 好好好 不要再解释了 哎 这个话题也蛮有意思 我跟你说 我当时刚刷那个听的刷女生的时候 我对什么 什么P 什么T 这完全不了解 然后我也不知道 这个里面有什么角色之分 然后我就是刷 我觉得这个女生挺有意思的 我就刷 然后后来 比如说我们聊一聊 然后我才知道 这个里面可能有一些 比如说 你这样的风格 就喜欢那样的风格 然后那样的风格 喜欢这样的风格 那也不是完全的 对 肯定也不是说刻板的 但是可能大家普遍 会有这样的一个底色的认知 当时我完全不知道 我就是乱刷 小白 没有 但是当时我怎么会开始刷女生 就我每次跟别人讲 都有点不好意思 每次你都来这边公开出货了说吧 就是最直接的原因 就这个我跟我现在的伴侣 讲的时候 然后我也觉得特别的羞耻 我就很难讲 就最直接的原因 就是有一天 我很晚 然后我在看成人视频 在成人网站上 然后忽然就刷到了 一对日本的女生 你可能知道 我们都知道就是没有脸 但是就很纯情 很文明 然后两个人的伴侣 我也忘记叫什么 大家都懂了 因为那个视频下面 评论区全都是中文 你知道吗 那我们说就是一堆 就是他们 然后我就看了几个他们的视频 然后忽然就很感动 然后我就 我甚至当时 你有被turn on吗 倒不是turn on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感动 当时记得我好像还流了两滴眼泪 就很神奇 你看A片 然后会有这样的感受 对因为他们的关系 就他们的这个整个性爱的过程 就是非常平等温柔 对 然后就感觉很真实 很有爱 对 然后我可能更多的感受是 我觉得我之前没有这样被对待过 好可怜 然后我就会 我就会觉得 哦原来他可以是这样的 就是他并不是说 他要满足某一方的一个欲望 然后他们双方就是 这个都好像没有一个ending 然后他就是一直在进行 然后他双方会都有参与 这个 对就是因为在直男的社会里面 那个高潮和整个intercourse的结束 是以男人的就是com为基准的 对 但是就是有科学研究表明说 女女的性爱其实是orgasm 高潮最多的 就是百分比最多 但是高潮又不是一个好的性体验的标准 但是就是女性和女性之间的这种性关系 据我的经验来说 我听说的就觉得说都是更加美好的 对 对 所以我当时就是觉得 流了两滴眼泪 我就觉得很震惊 我没有体验过这样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然后我就觉得自己的经验 刚刚没有讲 因为我之前一直跟男生 date 然后我年纪也算一个很成熟的年纪 就之前全部都是在跟男生交往 从来没有质疑过这个事情 然后当时自己处于一个比如单身的状态 然后也一直在 可能dating app上有去划男生 然后想要重新开始date之类的 然后当时看到那个视频 我就会一下子觉得 原来还有这样的一种相处的方式 它不只是性 我觉得是从性里面看到了另一种相处的一个模式吧 然后会觉得就是我目之所及的男性都 或者是我历史经验的男性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给到这样的一种相处方式 然后当时那天晚上 我又开始搜一些其他的就女生跟女生的视频 不是特别多 而且我当时清楚地分辨出 有一些女生跟女生视频就是给男生看的 就那种我完全不想看 就跟这两个真实的情侣拍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然后我当时又看了几个 当然特别晚 凌晨两三点八 然后我就立刻开始搜到那个 Date女生的那个APP是什么 然后大概下载了 我记得有两三个 其中有热拉 还有Herd 还有Herd 还有一个什么我都不记 什么什么Park Less Park 都下载了 然后我就火速地注册了一下 在那个Dating App上 一共加上你见了三个女生 然后另外两个女生 就会让我感觉很像朋友 我当时感受 然后当时见完他们 我还觉得这个事情应该 只是我的一个非常幼稚的想法 应该还是不太行 就是我找不到一个心动的那个感觉 就是觉得女生很好聊 然后他们都是很好的人 然后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约到一个女生 是在认识你之前 我第一次通过APP 见一个陌生的女生 然后我们吃完饭 我说我想去卫生间 然后他说我也想去 他跟我一起走到女厕所 然后当时会觉得心里 就是觉得很难受 就会觉得 我的Dating对象 和我一起走进了厕所 所以就是你知道吗 那些啦啦电影里面 必定会出现的桥段 就是两个女生在厕所的洗手台 镜子面前进行一番对话 因为这个在异性恋 电影当中不会出现 是吧 因为在异性恋谈恋爱的时候 我会觉得那个厕所 是我一个私密空间 然后自己整理一下 我的脸上的油啊 画个口红啊什么的 整了一下头发 然后结果他跟我一起走进去 他跟你一起在那里厕所 我就觉得好奇怪 然后当时就有各种不适 然后包括他当时问我说 哎你有没有跟你家里人出柜 然后我就跟他讲了 刚刚跟你分享的 一模一样的一个心路历程 然后我还问他说 你们会不会judge我这种情况 然后他说一般的人可能会 但我不会什么什么的 然后他又给我讲了 这个圈子一些文化 比如说你是侄女 或者你是双 其实很多人会对你有一个 非常不好的印象 就你早晚要回到男人那边 或怎么样的 或者你就是定不下来 但是在我看来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 试经时或者是一个test 就如果这个人会因为你 觉得说你举棋不定啊 或者你是不是就是试一下 玩一玩就走掉了 然后因此对你judge他 那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也不是有 开放包容心态的人 就我觉得任何圈子都是这样啊 就是在或任何一个小圈子 你总会有那种gatekeeper 就那种守门人的感觉 比如说我们跳舞 有些人可能觉得说 你这个跳的水平不行 你就跳了半年 你不可以freestyle 或者是说 感觉新来的人不招待见之类的 但我觉得这种人 就是没有必要跟他们做朋友啊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还挺好的筛选机制 对我觉得是可以判断 这个人的一些心态 是否开放 但同时我也 我也蛮感激 前面见这两个女生 帮我了解一下 这个圈子 我也需要知道 她的刻板印象是什么 确实 但这个可能是我自己心里 可能也一直会有这个问题 就是关于你的性取向 是真的你自己 就我会觉得 我这个过程可能是 怎么讲 她一定有感性参与的成分 当然里面一定有一些 是理性参与的部分 就这个关于社会规训嘛 就是大家会说 同性恋到底是 就是先天的 还是后天的 我去做了一下research 请说 research的结果是 现在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结果 可以证明同性恋到底是天生的 还是后天的 它是通过生物 就biology hormone和environment 什么生物啊 荷尔蒙啊 环境啊 各种种种因素影响 才导致 你现在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就 其实就是一个没有答案 是 然后这个东西 就会比较的吊诡 人家会说 既然没有答案的话 那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可以纠正呢 但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会跟别人讲说 我觉得整个性取向这件事情 就像人过敏 因为我自己 好像22岁之前 没过敏过 但是后来突然有一天 去朋友家 打狼人杀 然后他们家 有一个很可爱的狗狗 打着打着 我还在那边发言 就是我是狼 就是我还在激情发言 就是假装 对吧 汗跳 然后说着说着 我就感觉我喉咙慢慢堵上了 然后就开始狂打喷嚏 然后流鼻涕 眼睛也变红 就发现说 我过敏了 就all of a sudden out of nowhere 我就开始过敏了 那我的身体 突然发现了这个 发生了这个变化 是我比如什么 几号染色体 突然发生了什么作用 就是你很难 跟别人去解释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 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 就算是有个明确的答案 就算今天对吧 中国的就是卫生部 中国的卫生部 告诉你说 同性恋是正常的 没有疾病的 是合理的 那大家 你的爸妈 也真的会接受吗 不会啊 对就算是有一个 告诉你说 你认识的所有明星 对吧 全都是同性恋 但也不会改变说 这个社会 对同性恋认知的局限和不足 因为就是没有那么多 visibility 就是因为它还是一个 相对小众的群体嘛 对 所以 这个问题 我是这样想的 就是我最近看了一本书 一个心理医生写的 叫早安怪物 然后它里面 其实是一些关于 他来访者的一些具体的案例 其中有一个女生 就非常典型的 她在原生家庭 受了很多的伤害 她的父亲经常 抛弃她 忽视她 然后她在成年以后 她希望不断地重复 自己跟父亲的这种关系 她找到的关系 这些男性 也是非常像她的父亲的 比如说非常不负责任 然后总是抛弃她 总是在出轨等等等等 她不断在里面循环 心理咨询师就建议她说 那你其实 你要知道 你以前的那种很强的心理 里面是有很多毒性存在的 没错 那你如果要建立一个 你更想要的 更理想中的一个感情 你是要克服你以前的这种习惯的 那这个里面 必然存在一些 你最开始可能对这个男性 并没有很强的吸引力 然后你要把你这种毒性去掉 你才能看到她身上那种美 你才能发现 她其实也是吸引你的 你再需要多给她一些耐心 然后你也要自己做很多的功课 我觉得这个故事 大家可能听过蛮多次的 因为很多人都是这样 不断重复童年的创伤 我在看这个 比如性取向的转换 我觉得里面可能也有一层 你也可以这样去解读吧 就是说 你自己做了一个决定 然后你想要去喜欢女神 就比如像我这个case的话 这个里面是会有一些 不适应 或者是你 你甚至这个吸引力等等 或者你的一些问题 你都需要自己去处理很多 但是可能你会抱有某种信念 比如说女性是 你对女性的欣赏 或者你对同性关系的一种 理想存在 然后你会去花时间 去克服一些东西 它可能不一定是源自于一个生理 跟基因的一个冲动 我不确定 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过敏 我觉得它可能更多的是 Ultimate nowhere 我的身体忽然这个反应 忽然身体上心理上 我对这个 我被这个女生吸引 但是可能我的case又是说 你是T人吗 我不是啊 我是F人啊 因为很不一样 就我理解你的意思 因为我觉得你是从一种 哲学的理念的 抽象思维的角度上 去打开了自己的这种可能性 就是或者我想说的更多的是在于 我以前不被女生吸引 是因为我觉得我不被允许 或者是这个不该是我做的事情 所以你那个通道是打开的 我看女性的时候 我的视角就没有和我看男性是一样的视角 比如说我看男性我会觉得 哦我希望他被我吸引 我希望自己能吸引到他 我希望他觉得我美 他觉得我棒 然后我看他 我也会觉得他充满了一些魅力 这个是我的一个视角 但我看女性的时候 我这一部分是关闭的 它里面有很多的是 他比我美 我好不安全 对吧 他比我优秀 他的腰比我细 他的身高比我高 他的头发比我好看 那我会觉得自残行贵 我以前看女生是这样的心态 所以当我当时自己有一个心理 我想对女生 其实我是对女性 充满了一些很新的好奇的 我会用一些新的视角 想说 如果她是我的女朋友 而不是她跟我是辞尽的 一个对手的话 那我是怎么看她 其实你会觉得 你有一些视角的改变 哇很有意思 我觉得是不是 就你刚刚这边 就启发我很多 因为我觉得 这是不是一个惯性 因为你一开始谈的 就是男生 因为我觉得人就是一个 习惯性的动物嘛 就比如说 如果我从小到大 我是四川人 那我一直吃辣 所以我现在是不能吃辣 因为我上海人 就我就很喜欢是 我番茄炒蛋里面 要加非常非常多的糖 你现在让我拒绝 就是 所以我外地的朋友 来上海 来我们家我妈妈做饭 给他们是 有糖的番茄炒蛋 他们就觉得崩溃 然后我有个好朋友 他来自己带来 他那个那种那种辣椒面 因为他就喜欢 有点辣的东西嘛 所以我就会想说 很多东西 其实是不是 从小到大的习惯 再加上一些基因 因为你也没有办法 选择你的爸爸妈妈 和出生环境 那你的口味 然后你的preference 你喜欢的东西 很可能是因为 比如说你一开始的伴侣 或者说你的一些 周遭的环境 然后决定了你 因为像我 就我会跟你不一样 是我中学的时候 有被男生吸引过 然后但是后来 我是因为无可自拔地 爱上了我的初恋女友 我是因为爱 这件事情的本身 让我去疯狂研究 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 我跟他的爱太真实了 你爱上他是因为 他先追你 还是说你就自然地爱上了他 我暗恋了他三年 他暗恋了我两年 但是我那个时候不觉得 那个是爱情 因为不懂 就从来没有听说同性恋 只是我就是一种 抵挡不住 想要跟他无限靠近的心意 想要跟他每天在一起 然后发现他跟别的人玩的 就发现他跟别的女生 很靠近的时候 会很嫉妒吃醋 就发现这种情绪 无法控制 就是想见到这个人 就是喜欢爱的无可自拔 然后这件事情的感受 太真实太强大了 所以我需要去学习一切的功课 我去推翻以前我所有看的 异性恋偶像剧 然后去重新研究说 我跟女生的这段关系 到底是个什么回事 但是我有一个很偏门的理论 我又要分享了 你说 就是我据我观察 就当我可能在性取向 有一个变化之后 我就开始各种观察 那些跟我想比更年纪轻 就确认自己是啦 女生他没有什么共性 我开始发挥一个非常不严谨的 一个假社会学家 来你发挥吧 我们来听一听 然后我发现的一个不成熟的规律 就是这样的女生 就比较早意识到自己喜欢女性的女生 她们的家庭可能会有一些模式 就她们会有一个偏强势 或者是蛮厉害的妈妈 和一个偏柔弱的父亲 然后像我的家庭就完全不一样 我会觉得我妈妈是更柔弱那一方 然后我作为一些非常坚定的侄女 都是这样的 她们的父亲是更冷漠更霸道更男人那种 你觉得是吗 那我这边给你提供一个 反例 你要本点 你的理论是对的 对吗 对因为我妈妈就是很强势很独立啊 所以我从小就觉得说 我们家庭的老大是我妈 就我从小都会觉得说 我可以活成像我妈妈这样子 就是很独立 不会比男生差 那样 所以就她作为一个很好的role model 给了我一个女性范本 就家庭是一个社会基里最小的一个单位嘛 那在这个单位当中 就我这个家教非常好 反正就是不觉得女性比男性弱 明白 或者就是没有觉得说什么一定要被男人保护之类的 就从来没有想过这种 对 所以我 你看我的理论 是不是可以拿诺贝尔奖了 吵她的一口气 但是我就会觉得我的经历就是 我的成长经历会特别渴望某种男性气质认可 但是我现在就会觉得这个实现路径不一定是 你非要通过跟一个男人谈恋爱 让他来爱你而实现 但也有可能是比如说我性取向准备让我意识到 女性身上可以具有一些非常迷人的所谓的男性的一些气质 对 我觉得就是所谓的 就是男性气质 女性气质 就是到底是谁规定 跟生理性别 对 对 它只是一种性别的一种描述 它不一定非要跟你的生理性别是完全一致的 甚至我会觉得 我自己身上也可以拥有那些 我渴望他来认可我的这些男性气质 或者我会觉得他更更让我更强大的一些东西 我自己也可以做 为什么我一定要通过别人来给我这种东西 对 就是所以这还是一个社会的建构 就所谓的femininity 所谓的masculinity 就为什么说到什么强壮 凶害 有领导力 就会想到是男性呢 就比如说为什么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 男生是要蓝色的 女生是要粉色的 就这一切都他妈谁规定的 就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社会文化规训的 然后对我就很感谢我自己作为一个库尔的身份 就是因为我没得选了 我只能去探索一条非主流社会的道路 这一切就会让我在 就是让我自己去学习了在中国教育当中得不到的批判性思维 因为我是我得要认可我自己的身份 因为我无法否认我喜欢女生的事实 所以我就会去重新思考这一切 然后就是想通了看清了之后就会发现说 就是很自由 就卸下了很多夹锁 没错没错 然后又很幸运在西方国家里面 就更加的有一个安全的土壤 你可以去探索这一些东西 比如说在美国你就可以看到地铁里面穿裙子的男生 或者是大口红 大眼影的男生 就指甲的男生 对啊 然后女生就是要很帅气 就比如说 我觉得这一些都是连在一起的 比如说什么夜毛自由 就是刮夜毛 或者不成胸罩等等 就这些东西全都是连在一起的 就当你愿意活出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时候 就是很自由 然后你也回不去了 就不会想再活到那个枷锁里面了 或者是你可能回到某一个社会认可更主流的生活方式 但是你其实内心里是更自由的 也是有可能的 对 我们可以讲一下实际的 实践就是说前面呢 自己在想法上好像自己希望自己有这样的转变 然后开始有一些行动 然后都失败了 然后自己又觉得到这个事情可能不太可能了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就我现实生活中 忽然出现了一个女生 然后跟我走得比较近 然后在最开始跟这个女生接近的时候 我也没有往其他方向想 因为你周围跟女生交往太正常了 这个事情对吧 然后后面就是忽然在有一次 我们俩的沟通过程当中 当时是应该是我们两个住的稍微在一个区 但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他当时想跟我一起从一个地方回到 分别回到我们两个家 然后他就拿出手机说 不然你这样做这个路线 就不按你原来那样做 这样我们两个可以多坐一会儿 多在一起坐一会儿 然后忽然一瞬间有一种 心动的感觉 什么 就是以前可能在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女生 就你我也可能sense到 他对我的一些好感 我就会觉得 我原来你说过 你当时觉得很奇怪 这个点有什么 可那个什么的 但我就会觉得 他特意为了跟我在地铁上多坐一会儿 然后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努力 我觉得又可爱 然后有点打动我 然后那个是阿娜之后 我看他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视角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也跟你说过 我当时有点crush他 然后我们又会聊很多 我觉得我蛮感兴趣的话题 然后没有共同的爱好 然后后来就是越来越暧昧这个对话 然后就最后就在一起了 这个跳得太快了 有一些细节 她是一直喜欢女生的 从小到大 对 但是你又跟我分享过 就除了这个crush之外的 很多纠结 就是她对你的质疑吧 对 就是她很对我 当时她对我表 相当于表白 爸 就有一天 她就说我好喜欢你 然后我还问她 哪种喜欢 因为我真的很不确定 因为 因为我当时也不确定 她是不是喜欢女生 然后我记得我还问过你 让你帮我判断 然后你说很难判断 回答的好棒 对 然后我就不太确定 那这个到底是 听着肯定是表白 因为朋友之间不太会忽然来 就我好喜欢你 然后我当时也跟她讲了 我的过去的经历 我说我过去都是对男生的 然后我说我 我不记我当时怎么回答了 但我心里肯定是喜欢她的 然后我意思是 我想给你试一试这样 然后但是第二天她立刻 就是我会觉得她的态度大转变 然后她会开始可能比较 细想我过往的一些经历 她会觉得这个里面充满了一些不确定性 如果你不喜欢女生呢 那我是你交往的第一个女生 那如果你发现了 你很难受 你决定离开 那她会觉得自己会很受伤 她会有点害怕这个里面的风险 没错 对就怕你是一个bicurious 对 这个词就是 本来是异性恋的人 然后想要试试跟同性谈恋爱 那她就是对bisexuality 对双性恋有好奇 那她就是bicurious 对啊 还有这样的词 对对对 现在类似执女微双的意思 就是执女微双 exactly 对啊什么bicurious 就是执女微双 对啊 明白 OK 那你是怎么回应她对你这种 就她这个不安全感也非常的 合理 就很合理 怎么回应 我当时觉得很伤心 我就觉得 我也是喜欢她的 她也是喜欢我的 那我现在这个状况 我自己没法改变 那我会觉得 那我怎么做呢 难道我先去date一些别人 我向你证明 我可以date女生 然后我们两个再开始date吗 我觉得任何关系 可能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没错 你们两个并不是那么的了解彼此 你们只有真的开始相处 才能真正的判断这个关系 到底能不能走下去 怎么走下去 我会觉得这个风险 无论如何都是存在的 或者是 你现在对我的喜欢 足不足以让你承担这一份风险 明白 所以你对这些terminology 你的这些术语 因为你刚才没说 说到什么tph这些 所以你都是后来在学习的 就是当时我跟你前面介绍 我下的那个app 它上面就要勾选 你到底是什么 100 0.5 然后一堆人写什么htp 包括特别是her上面 有一些英文的词 然后当时就开着vpn 然后在那边搜 那个维基百科 到底是什么意思 然后就特别难理解 很难理解 是的 还蛮有意思 但我怎么讲呢 就是这个东西 确实会 我觉得是同性恋 或拉拉才会遇到的问题 因为这个东西 你在一线恋的时候 不涉及什么10 tp 可能一线恋就有什么 985211 这不是拉拉 我这个我后来学习的 拉拉不是什么 985211 练解学历 然后现在铁梯是 15年的底端 没有啦 开玩笑啦 都是 但是我确实 我学到这些词之后 我也在考虑一些 或者我心里也会有一些疑问 是很多 非拉拉都会问的问题 就比如说有一些 tp的组合 有些人就会问 这个这些p的女生 你既然那么喜欢一个 这么像男生的女生 你为什么不直接 跟男生在一起 这个问题也苦恼了我 非常的久 这究竟是为什么 你现在有答案了吗 现在答案就是 我们前面讲的 就是这个气质 所谓男性气质 为什么女生不能有 没错 对 可能有的女生 就是喜欢这样的一种气质 但这种气质不是说 我必须生理性别为难 我才可以这样 可以说说 就是跟女生谈恋爱的感受呗 感受 就吵架实在太多了 个人经历不代表 是吗 没有啊 吵架没有啊 就我最开始会觉得 好细腻 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 确实是可能个人经历 比如说女生跟女生之间 也是不一样的 我会觉得就是前期 我的感受就work out 有一种打乒乓球的感觉 就我之前在异性恋里面 我的很多的很细腻的一些 很感性的一些表达 我对这个情感的一些描述等等 我会发给之前的一些男性伴侣 但我会觉得这个 如果你把它比喻成一种乒乓球的话 对方接不住 鸡同鸭脚 对 他没有那么纤细的 对 我更多的是自己在跟 有点像演一个独角戏 啊我好爱他 我的这个爱是什么什么样的 我是怎么想的等等 然后对方可能就没有什么回应 或者他不会以一个同等的方式 来表达我们之间的感情 但是我最开始跟女生的 我现在这个伴侣的一个交往 就会觉得他完全懂 并且他能回给我一个 我从来想不到的 那样的一个描述 然后我也是get的 甚至我很感动 所以我第一次感觉 这个乒乓球打的 对手可以接住球的那种感受 但后期就会意识到 就打球也挺累的哈 就是对 你这种情感细腻 肯定是任何的这个特性 都会双面的 你会意识到 女性的这种情感的 一些丰富程度 对方跟你一样的细腻敏感 那你们之间 必然会产生很多的一些冲突 然后你面对这个冲突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 以前的经历里面 没有处理过这样的冲突 比如说可能就是 我的语气 或者是我没有 一个很细节的东西 我没有做到 对方的情绪就会被激起来 那你怎么处理 我会觉得我过往的经历 我一直是情绪非常多的 对方像一块木板一样 把我情绪弹回来 他最多顶多是 别生气了 我们去吃顿饭吧 不要想那么多 然后就哄哄你 这个哄更多的 不是在一个平等的 一个沟通的状态 而是说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对吧 那女生情绪哄哄就好了 女生就这样 女生就是情绪化 但现在 我的所谓的对手不一样了 我需要反过来 承受她的这一方面东西 这方面我是完全没有经验的 我记得我最开始的感受 就是我体会了一下 男生的那种感受 就以前一心里 做男生那一方 你想哄对方吗 我不想哄 但是我会意识到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因为对方的 因为大家是不同的 他产生情绪的那个东西 我可能很难理解 我会觉得 你干嘛小题大做 然后对方的情绪 就是如此的强了 你能感受到 他的那种难受 你又不能特别一致的 跟他感受到同样的情感 然后你又会激发很多 你是不是 你做错了 然后你被责怪了那种感受 那你要怎么处理 就会非常的复杂 这个我在跟男生交往的时候 完全没有 而且更会 我觉得就是好的沟通 就是这样的 就好的沟通 就是需要磨 就是需要花时间和耐心 对 不是说什么哄哄 你说宝贝别生气了 给你买个包啊 带你吃顿饭啊 之类就可以解决一笔勾销的 是啊 我是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是意识到自己非常多沟通的问题 甚至我们两个前妻聊了非常多 所谓的原生家庭 给我现在造成的这些创伤的模式 让我在应对冲突的时候 会选择某一种激烈的方式 这些 给我非常多的自我认识 跟成长吧 我觉得这些是 大概率在异性恋的关系里面 不太可能获得的一些东西 嗯 明白 你觉得这是大家的通信吗 还是这是我自己的case 这是你的case I'm sorry 笑死 行 我想起那个 我刚跟现在的伴侣在一起 前期我也会跟他讲一些 我跟女生date的一些感受 然后他当时就说 不是所有女生都是像我这样的 你不要以为跟所有女生谈恋爱 都是这样的 确实 对我觉得人和人不一样 嗯 但是相对我觉得应该是 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high level的一个角度 我觉得女生确实是整体上会 大概率比男生更新 这个肯定是 这个肯定是 对 然后另外也会觉得跟女生伴侣在一起 就你们理解的成本非常小 跟男生那个成本会非常高 甚至比如说今期 带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你今期不想出门 你的痛是什么样的痛 然后我们俩可以一起去参考对方的一些穿搭 甚至我们去share 共享衣服 对 对啊 但这个前提是你们同居了 对 这个要说一下 这个 你作为一个 你作为八个 你曾经 不是 你作为一个八个的 给我建议 你作为一个八个的lesbian 你就已经完成了同居的这个 火速moving 这个不就是 对啊 这个不就是stereotype吗 对啊 对啊 但你完成了这个stereotype 那前期也非常痛苦 因为就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 就是我伴侣的房子要到期了 然后他要想 下一步要住在哪儿 然后最后我们就决定同居 然后做出这个决定 之前说实话 我心里只有很多不安的 因为我之前跟人同居过 他应该是没有 我知道那个同居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 然后我 跟我之前的伴侣 会有非常多的纠纷 比如说关于家务的 或者比如说你在同居的过程当中 会有某种 你对对方的好奇感的一些丧失 是 你要接触对方 比如说丑的一面 你们就很难 就保有某些神秘感 对 然后确实同居最初 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争吵 我会折了天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 然后你之前也跟我说过 就是很多的 提醒你不要做 对 提醒我这个事情 很多拉拉会做 但这个事情确实是有一定风险的 没关系 你总得经历这么一遭 对 但是我做了吧 那现在感觉肯定是越来越好 甚至我们俩前一阵聊过 我们俩如果没有同居的话 可能很快就没办法继续了 为什么 就是会觉得 当时就会觉得 我们两个没有同居之前 就一直因为见面这个事情 可能会有很多的纠纷 因为大家生活都非常的忙 你怎么安排见面 然后你们沟通的模式等等 然后现在同居可能 有一大好处就是 你知道晚上 你回到家 这个人就会在这里 你不会因为白天 比如说 谁不理谁了 怎么怎么样 然后会吵架之类的 明白 对 这个就是同居 以及伴侣的 就是美妙之处吧 就你们每天晚上 是可以debrief 就是可以把一天 发生事情说一说 然后其实这样就是 彼此可以就是keep up to date 就是了解对方在做什么 就是这种together的感觉 还是很好的 反正跟女生同居 让我感受另一点 就是我们 我比较少会因为 做家务这件事情 生气了 因为我上一段 跟男生的关系 特别大的一个核心的纠纷 就是关于做家务 因为你一直在做家务 就他也不想要chipping 就是他也不想要帮忙 我会觉得他看不见一些家务 就经典的一些男性 然后比如说我催他 他也会做 但是我就会觉得 为什么一定要我来 下这个指令 就女生的很多的精力 都花在操心上面了 只有我的眼睛 能看到这些东西 并且我觉得 我是个非常邋遢的人 就连我这么邋遢的人 我都受不了了 你怎么会看不见 我就会觉得很苦恼 而且因为我邋遢 其实我并不是 很心甘情愿的 去整理这个房间 我需要对方 跟我一起来 做这个事情 但我会觉得 我现在的感受 就是做家务这件事情 我就算我今天洗完 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然后他洗完 我也会感谢他 就是你们两个会 我不会因为 就是我们的性别 有某种 之前会觉得是 因为我们的性别差异 我有时候多做一下 我会觉得心很不爽 但是现在可能不太会 甚至可能是因为 我现在把女性比我勤快 所以我不太会 OK 有这种不公平的感觉 感觉就是更平等的关系 那你现在就是 你的这个关系 你有跟别人分享吗 只有跟你 还有我 另外两三个 三四个 关系蛮亲密的 女生朋友分享 你会怎么看待说 在一个社交的 因为可能之前讲的都是 比如说你和你对象之间 两个人作为couple之间的 这种dynamics 这种关系的状态 那如果把你现在这个新的 就是你作为一个lesbian baby 八个月的这个 崭新的状况 和这种status change 你放在一个社会的背景下 你会有什么样的 心态上的转变吗 心态上的转变 就是像我前面跟你讲的 好像就出柜这件事情 没有我之前想的那么容易 你以前觉得很容易 我以前觉得很容易 我以前觉得 在大家眼里 我还是个蛮相对酷 不走寻常路的一个人 我跟他们说出这个 我好像没有太多的压力 但现在就是像你前面讲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 解释成本非常的高 我是怎么从一心恋 现在开始date一个女生 然后或者是别人 在日常的一个场景当中 特别容易说 你现在有没有男朋友 等你家怀孕了 你就怎么怎么样 什么的这种话 等你将来结婚了 就怎么怎么样 等等 我就会觉得这个里面 有非常多的预设 我一定是date一个男生 我未来一定要是 跟一个男生结婚 然后这个时候 我就会沉默 因为可能对方不太值得 我做这样的一种暴露 我这时候可能会有种判断 哪些人值得我暴露 哪些人不值得 明白 你就不会像以前那样 觉得你直接去跟他argue 我还早着那什么的之类的 我现在可能会不会就是 沉默 然后看对象 选择要不要做这种情感劳动 对方值不值得去 因为解释成本太高了 没错 是的 那你周围 比如说像我这样 大龄直升机的人会多吗 还是比较少 知词一家吧 真的假的 没有对 因为我是知词一家 那我确实是有遇到过 执女变弯 就是 我还有成功的月老经验 你知道吗 就是我之前有介绍过 那个还是我在洛杉矶的时候 我有介绍一个执女朋友 跟我一群的lesbian朋友玩 然后她跟其中的一个女生date 然后她从此以后 就一直跟女生在一起了 然后她说 我是不是积累一些善德 我会有好的car吗 but yeah就是 没有我会想找你聊 是因为我会觉得 你很有思辨能力吗 因为 我觉得大家对执女 对双性恋的污名化 最根本的就是说 觉得你是不是在玩一玩 然后这个东西 就像你刚前面说的 你又没办法向她证明 你说怎么了 我得要date五个女生 你给我个指标是吗 我得做啦啦五年 你才认可我是一个啦啦 就是who made the rules 谁 没有人制定了任何这种规定 只要你内心觉得是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的 但问题是 你愿意处在一种很流动性 很黑白 不轻 非常动态的这个状态 是不舒服的 就没有人想要就是on the edge 就没有人想要站在边缘 大家看到你的时候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喜欢标签啊 就tph 这样就比较好识别 方便沟通 方便social 但是没有人是标签化的 就是你现在问我说 比如说人家问我说 Ashley你是什么标签 如果真的要说的话 那我可能18岁的时候是个P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要很女性化 那我现在可能是一个H 但是我又不觉得这个词能够描述我 因为我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个体 就我没有办法被标签化 但我觉得整个都是一个 你先要立在某个位置上面 然后你先要确立你自己某一种ground 你要确立自己某一种状态和属性 然后你才可以去打破它 就感觉是要有一个先确立 然后再可以打破它的过程 所以我现在一直会说我自己是个酷儿 就这个词大家可能在简中的语境里面 也不是很了解 因为它不是一个很明确的什么lesbian啊 gay啊这样的 但我喜欢酷儿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流动的词 就是我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就是腕女 对吧我也不是说我喜欢的可能都是 生理性别是女性的女生 但是我也有交往过是non-binary 就是性别非二元的人 那他不认为自己是女生 那我肯定就是一个酷儿 就是他的概念是更广的 对对但是这些你跟比如说 跟完全的纯意性恋 可能对这个话题没有好奇心的人来讲 就是太复杂了 就是而且我也随着年纪增长 对吧就是我也不想把我的人生故事和经历 再跟你复述一遍你谁除非你很关心我 或者我很喜欢你 我可以跟你讲一讲 不然的话我觉得我懒得解释 就像你一样我就会沉默 回归你刚才没问题就像你这种大龄直升机 大龄直升机确实不多 而且主要是大龄的 还有这种开放的心态去不断探索自己的人 非常少 我是很proud of it 就是我会觉得就有一些人就甚至可能我的伴侣多少少的也跟我表达过类似的concern 你是不是因为对男人失望 然后你才决定跟女生date 但我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我觉得不是所有对男人失望的女性都会像我一样迈出这一步 迈出这一步我觉得是还蛮需要一些勇气跟开放性的 对吧就你愿意把自己像你说的置身于某种流动 它可能不如标签化那样是更舒适的 因为它充满了一种不确定性 你不知道自己下一步是往哪一个方向流动 然后包括你现在的这个剧本也没有人给你写过 那你要怎么办 甚至你要承担非常多的质疑 没错 那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好事的东西 它也不是很容易做的一个事情 但我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希望自己更开阔的 然后我现在的经历也会觉得它是打开了我很多 我收获了非常多的 我对一个伴侣或者一个亲密关系的想象 甚至现在是跟以前相比 它是非常丰富的 我觉得这个流动的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就是所以我会觉得对男人失望是一个开始 是一个起源 就为什么这样不可以做一个开始呢 他也可以难道必须是 我非要跟生理上觉得我想跟这个女生上床 他才能确认我是一个真的啦啦吗 没错就是这样子 对啊就是没有谁比谁更高级 也没有谁比谁更正当 就这个社会因为有太多想要给你制定标准的人了 就不管是异性恋的世界还是同性恋的世界 还是酷儿的世界 但是我现在确实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让我自己思考 或者你很vulnerable的去想自己的一个状态 我确实会有一种我不太确定我到底是在哪个位置 就是我们在长大过程当中 我们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 很少有人就是百分之百确定说 我就是想要成为一个比如说什么sexy goddess 或者是一个小可爱 就again就是因为你的生长环境 或者你的基因 或者是周遭的一些影响 然后对你的审美和对你的认知产生的一些改变嘛 就比如说以前我在没跳舞之前 我的穿搭我的衣柜里面基本上都是黑衣服 然后我什么样的造型 我也不是很care我自己的造型 也没有很care我的外貌 然后因为是我妈妈从小到大教我 就是我妈从来就没有觉得说要有暧昧之心 对吧 就她从来没有跟我说什么女孩子要漂亮 就是她不care 所以在我的家教里面这一部分是不存在的 直到我开始跳舞 然后我就开始注意自己的穿搭 然后就这东西很有意思 就我每天好像cosplay一样 然后我今天比如说我搞个美甲 然后我就觉得自己感受很不一样 然后头发染不同的颜色有不一样的心情嘛 所有这些东西它也是在不断的变化 但是在你每个不同的阶段 你肯定是受到一些影响和启发 然后你才会表现出某种状态 那回归到说在同性的 在LGBTQ的这个世界里面 因为我们没有范本 因为这个东西太小众了 就LGBTQ是在全人类当中占5%到7%的 所以人数那么少 然后你就很难找到一个范本 就你做一个小朋友 你怎么知道到底什么样是好的 或者是什么样是酷的呢 像我18岁的时候 我看的都是台湾的那些综艺节目啊 全都是铁梯跟一个长发批在一起的角色 然后你看我们 然后又没有很多的影视作品 比如说我看什么Yes or No啊 甚至是现在的 Blue is the Warmest Color 阿戴尔的生活 还有什么 就可能一些台湾的那些 就是拉拉的电影 基本上都是一个短发女生 很长发的女生 就你去仔细想一想 就是在潜移默化当中 对你其实产生很大的影响 让人觉得说 就应该这样 但是现在就有慢慢改变 比如说那个燃烧女子图像 对吧 它就是两个女性 就是长发 很女性化的女性在一起 就现在慢慢的 有更加多多元的表达 因为事实上就是会有 那么多多元的状况 所以早期古早的就是铁梯配长发披 我就是形容的一个组合模式 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唯一的方法 所以我当时就对于我自己穿裙子 要我对于我自己要behave 非常的super feminine 就超级女性化 这件事情我没有任何的质疑 但是到后面 我好像持续 因为我也谈过不少铁梯嘛 就是 就是对 甚至我觉得这个还有一点 就比如说在床上 比如说在性行为当中 就是我也做过很久的枕头公主 就觉得说 那你做了一个铁梯 那你就想服务我的 那其实它还是在延续 异性恋的一种模式 或者是说某一种刻板印象 就觉得说一定要有个一 一定要有个零 一定要有个公 有一个手 但是谁规定了这一些呢 异性恋 没错 异性恋和男权的社会 规训了这一些 但是当我自己慢慢 我觉得这也是随着年纪的增长 我对自己的认识更加清晰了 就这不仅仅是性取向 甚至是比如说我自己的个人身份 我自己的喜悟 就是各种认清了之后 然后有更加愿意去探索的这种心理 我会发现说 就是做Pillow Princess好无聊 就是我一直躺在那边 让人家服务我 有什么开心的 就是就会发现说 其实各种各样的东西 都会有不一样的样式 比如说我留长头发 虽然我的性格 我觉得比较男孩子气 所谓的男孩子气一点 但是我觉得我留长头发是一种 比如说审美上 我觉得他比较适合我的脸型 而不是说我要做个P 所以就可能有些人留短发 就觉得他比较酷 或者比较舒服 or whatever 然后有些人可能想打扮得比较帅 比较爷们儿 反正我觉得就是一种个人的选择 但是在一个没有好的范本 然后网络媒体上 没有一些好的参考的经验之下 就人很容易去陷入 就是不自知的 喜言不察的陷入 这个异性恋和男权社会 对你的一些规讯和制约 我是这样感受 我是觉得 特别是作为拉拉 你的范本太少了 然后你能看到范本 就像你说的前期 大家都在模仿异性恋 然后如果你自己想要 开创一个你自己的剧本 其实需要特别多的 想象力跟实践 这东西也不是很容易 所以我在前期的时候 我在Dating App上 我会觉得特别困惑 因为我看到过那种T的profile 说我喜欢什么胸部很大的女生 然后我又在小红书上看到那种 所谓的那个PT的组合 那个所谓的P的女生 她又会一直跳那个 我们刻板印象里 非常性感的那种 抖音的那种舞 然后穿得很长 长腿 对 然后穿得 对穿得很少 然后各种那种这样的 那个动作 然后后面那个T就会 有一种我很熟悉的男女的角色 然后在后面一直 四眯眯的看着她 然后她们就觉得 这是表达我们的一种关系的 一种爱的一种视频 然后我就会觉得 为什么如此的似曾相识 为什么拉拉里面也要 这种一方的超级性感 作为某种性客体 然后另一方 要一种审视的眼光 去对待她 然后包括为什么 然后拉拉也要什么白瘦 又也要大胸大长腿 什么那个大黑长直 然后我就会 当时我就会觉得 完了这条路 我可能也走不通 世界上没有你的隆身之地 对 我就会觉得 那我在异性恋里面 男性要求我这样 怎么到了同性恋里面 女性也要求我这样 然后所以我最初会特别的困惑 然后但后面我就会发现 OK 这可能确实是 一部分 或者是大家也很难不受 这种文化的影响 那你自己其实 相对异性恋来讲 你在 同性恋的这个身份里面 你去冲破某种刻板印象 是更容易的 大家多多少少的 都会受到这个影响 比如说偏 所谓的偏男性气质的 这边女生 她确实会觉得 我是受女生吸引 但什么样的女生 才是对我而说 有吸引力的呢 那我看到的各种影视作品 各种视频 各种异性恋的范本 那种什么 大胸细腰 白优手 黑长直的女生 是大家都觉得有魅力的 那我的深美 可能我也会觉得 它有魅力 这个东西你很难 不受影响 但是可能 你有了一定自我意识 跟你对自己更了解 你会发现 我好像也不完全是 这样才是 对我有吸引力的人 然后你才会 自己搭建一些标准 没错 对 所以我就是觉得 酷儿身份是有 解放性的嘛 因为你就是 跳脱了各种规范 但是遗憾的是 就 你还是很容易 落入可久 就你还是很容易 落入某种范本 但就像你说的人又很难 完全脱离社会性去生存 然后又是在简中的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环境下面 又不允许 对吧 这种LGBTQ的内容 又更加多元的产生 大家想说很多 那个创意性的东西 我看大家很喜欢用什么 好闺蜜 睡一张床上的好闺蜜 什么的 对 生活西化的女儿啊 就是现在中文的语境 就中文也变成了一种新的外新文啊 就你要用一些别的方法去打 为了嘴壁审核 对 擦边球啊 大家非常有创意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这也是我想做的事情啊 就是representation you know 就是展现多元的不同的生活境况 就你想要做出某种 代表大家看到这个团体是什么样子 对 就这个社群 就是男女老少 高尔胖瘦 啥都有 就啥都有 真的啥都有 长发在一起的有 短发在一起也有 TT有 TTL有 PPL有 HHL也有 TPH whatever 没有标签的也有 就真的是什么都有 嗯 但是 总比异性灵的世界要好 嘿嘿 要多元 对 我觉得跳舞其实对我有一些影响吧 因为我觉得舞蹈社群 绝对是你去跟一些其他的 什么足球社群啊 那些相比 对啊 超级多元的 超级 是 你看到很多东西你也不会觉得自己不被接纳或怎么样 嗯 没错 没错 而且我会觉得特别是我们跳 Hip Hop 和House 性别是非常模糊的 没错 太模糊了 然后包括我最近也会看一些老师 我就会意识到这个老师之所以有魅力 就是他身上有某种次庸同体的一种 Condrogynous的那种特质 是的 是的 我以前真的很少会欣赏这样的人 我现在越来越发现 嗯 这种魅力了 然后我周围有一个大侄女朋友 她最近 我们俩经常聊这个话题 她说她也开始懂了 这种审美 她会觉得这个是更多的层次 而不是说我纯女或者纯男的那种气质 谢谢你 终于开 开巧了 对 她确实有更多层次的 然后肯定这两种气质都是有各自的优点 那如果这个人拥有两种优点 我觉得也意味着某种程度来讲 她是更开放的 她不会说我一定要拘泥于某一种 我觉得就是一种更高级的审美啊 行 那就聊到这边吧 对 性别上不要卡死 好 性别上不要卡死 鼓励大家多尝试 你不要那么虚弱的说这句话 希望大家都queer化 可以就这样吧 好呀 拜拜 拜拜 谢谢你收听到这里 那如果你喜欢All China的电台 欢迎给我们打赏支持 也可以私信我留言 分享你的故事建议和想法 我的social media是橘子匠Ashley 橘是简体的橘 那如果你想看到更多All China的纪录片 视频和故事 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3w.chinalgbt.org 那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take care bye by bwd6 by bwd6 我们下期节目